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从小生活在一起都有着自己的理想 时光流逝 岁月匆匆 姐妹俩也长大成人 虽然共处一个城市 但是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莫小青选择了踏实安稳的生活 与初恋男友江城一起生活了十年 一起买房还贷款 日子虽然是平淡无奇 却胜在安稳 她本来以为生活会如此的幸福进行下去 没想到不上进的江城为了兄弟情谊 私自用他们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给他兄弟 然后是温柔的莫小青无法忍受这一现实 便吵着闹分手 没想到江城竟已跳楼相逼 这下好了 两人手没分成 莫小青还得照顾断腿的男友 反制李小红买包包 买衣服 泡酒吧 一边和总裁富豪相恋十年 富豪始终没能和老婆离婚 不愿意等待的李小红选择了断掉这份感情 独自去酒吧 借酒消愁 却遇到了同样来泡吧的张全 说起张全 这可是一个富二代公子 还是个独生子 出行还有司机跟随 人又帅又有钱 无疑正对李小红胃口 李小红凭着三杯酒便把他耍得团团转 月黑风高 美人在怀 张全也是色心难忍把李小红带回了酒店 生活不如意的两姐妹在一次偶然之下 撞到了一起 互数了各自的生活 李小红不喜欢妹妹再与江城在一起 然后把她带去了公司酒会 在酒会上 莫小青邂逅了沈涛 而富豪也再次找上了李小红 声称他们很快就可以结婚 李小红却已经心生不耐烦了 两姐妹各怀着心思回了家 李小红做了一个恶作剧 走进莫小青的家 穿着莫小青的衣服叫醒睡着的江城 江城却第一时间认出面前的人是李小红 自己爱的人永远能第一眼认出来谁也假扮不了 莫小青回去之后看到江城居然还躺在浴缸 然后一边说着两个人的事情 一边替他收拾 而另一边李小红因为富豪的事情心烦不已 忍不住寂寞打电话叫张全过来陪他 张全二话不说 屁点屁点就来了 看来张全对这位美女可是沉迷得不得了啊 第二天沈涛回想起酒会的经过 越发觉得莫小青是个好女孩 也是她可以陪伴一生的人 还利用公事之余把李小红找来特地问莫小青的事情 李小红看着沈涛知道她对自己的妹妹动心了 一想起她那不上进的男朋友江城 也觉得沈涛更适合 更加支持沈涛追求自己的妹妹 为此她诱惑妹妹与沈涛约会 一边私下打电话给江城叫她不要纠缠莫小青 在李小红的计划下 莫小青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 同意和沈涛约会 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却发现不远处的江城一直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与此同时富二代张全花了很长时间 做了一个求婚戒指 这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吧 如此浪漫的一件事情 竟然被李小红给拒绝了 但她表示自己是认真的 结果李小红还是跟着张全回了家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 似罪非罪的李小红把张全拉进房间 妩媚地半躺在她的床上 然后抱着张全说 我真的很难过 心里难过 我不哭不闹 不代表我不痛 是因为我真的爱她 爱一个人真的好辛苦 张全看着旁边的姑娘 哭得梨花带雨 内心深处也被搅碎了一般难受 她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姑娘 那一刻她动心了 说完一言不合的就拿起戒指求婚 这可把李小红给惊到了 她可没有想到要结婚呢 随后上演了吵架分手的剧情 决定分手的那一刻 彼此都不去看对方的背影 倔强 胆小敏感的两个人 却都偷偷躲起来 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 看到落泪的张全 我都忍不住为她心碎 她只是想找一个她爱的人过这一生 其实李小红也发现自己爱上了她 只是原生家庭的忽视 令她不相信人 胆小 害怕被骗 冷酷无情 另一边 墨小青一边暗地里与沈涛约会 一边在家里照顾着江城 直到有一天 沈涛送墨小青回来被江城看见 才知道了江城在跟踪自己 两个人便大吵了一架 接着她去了李小红家里睡觉 姐妹两个背对背躺在床上 吐露着各自的心思 墨小青渴望着安安稳稳地过个日子 李小红又不想被欺骗 但其实内心也渴望着幸福 不久 沈涛带墨小青和母亲见了面 一番谈话之后 墨小青无法忍受自己欺骗了沈涛的事实 沈涛也表示早已知道 但她并不介意 墨小青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被李小红安排 盛怒之下找到李小红便破口大骂 还删了她一巴掌 李小红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与江城 促气长谈 表示他们两个并不合适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被删了一巴掌的李小红 也开始正视自己 承认自己的内心是爱张全的 于是找到张全答应她的求婚 在张全与李小红结婚的当天 富豪却这次打电话给李小红说给她机会 却不料是张全接的电话 张全无法忍受被欺骗 李小红急忙解释自己并没有欺骗 表示很爱她 并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婚礼 张全见她如此真诚也就原谅了 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对方 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与此同时 沈涛也趁机向墨小青求婚 看着姐姐找到了幸福 墨小青也明白了自己爱的人并不是沈涛 而是江城 尽管她没钱但她却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个人 所以拒绝了沈涛 故事的最后李小红怀孕了 也终有了一个家 而墨小青和江城也从归于好 过上了安安稳稳 还房贷的生活 最后我觉得追求真爱幸福 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 一个人只有首先自爱 才会有人爱 我想这个问题在那些迷茫的女孩心里 迟早都会有一个答案的 祝你们幸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